第三次试题 反应是A加3B升成2C加3珠 其中A的分子量是35 B的分子量是20 珠的分子量是15 只问你C的分子量是多少 要解决这一题我们需要知道质量守恒 我们还要知道化学反应方程式中均衡系数的意义 还有我们要晓得分子量与木耳的关系 那么我们要用到质量守恒 所以就是反应前的总值量会等于反应后的总值量 那么它题目给的是分子量 那么分子量怎么会变成质量呢 那我们晓得质量除以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呢 就会等于木耳 所以呢木耳呢 去乘以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呢 就会等于我们的质量 那么我们看到均衡系数 这个1 3 2 3 就代表一个A加3个B会升成2个C跟3个珠 也就是1木耳的A加3木耳的B会升成2木耳的C跟3木耳的珠 所以这个系数就是木耳数 所以我们有一个A 然后我们去一个A 1木耳的A 那乘以它的分子量35 加上呢有3木耳的B 3木耳的B乘以它的分子量是20 这样加起来就是反应前的总值量 会等于反应后的总值量 那么C的我们的分子量不知道会有2木耳 再加上呢我们有3木耳的珠 珠的分子量15 然后我们有3木耳 所以呢这边是35加上60等于2X加上45 所以呢就是95等于2X加上45 2X就等于50 X就会等于25 所以我们会算出来我们C的分子量是25 所以呢我们第三次题的答案选C25 问我们C的分子量等于多少 我们选C25